政府提出一個惡法 挑戰市民在補選時候的參選權和提名權 才會引起有議員用拉布 邏輯很簡單 只要政府抽起這條惡法 做了其他一手樓、公司法 那些民生的議案先 這件事就解決了 不解決這件事的決定是在於曾蔭權政府 梁振英也大出口述 希望將壓力加到立法會那裏 立法會不已是 其實根本距離現實實在太遠了 政府不幹實事 反而要力推惡法 去攔住一些有關民生的議案 在立法會最後剩下的八個星期裏面討論 政府要負全責